不是,你陪阿南不在公司,多幾個項目 以前我,打仗的時候三天三夜不睡都是這樣 話說話,阿萊比你厲害,他日日和你一樣上班,回來還有精神劏雞? 這樣也不一樣,打工做範疇也不一樣 萊哥他日日留在公司,我日日逃逃逃 對了,他做成怎樣? 挺好的,簽名都沒試過簽樓 不過… 那什麼話說 可能他習慣了演奏,有些藝術家的脾氣 始終不會跟別人相處 不過你知道,做我們行政這行的 很多時候交借手腕都很重要 那就是說他不太適合做董事這個位置 不是,不過暫時沒有這個能力 當然沒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就炒了你 東外府,我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你真聰明,你真聰明說話,句句也有特別的意思 不過做人真是打仗 有些是衝鋒陷陣,有些是助響其成 也等於耕田,有些是開科牛 有些是等收割,你找一盆水照照自己 打一個牛角,打一個鼻環 是不是整隻開科牛了? 東外府,其實我出心出力不要緊 我應份做的 不過我想掙取多些機會 年輕人爭取的機會是對的 但是要機會給你才行 就是打麻將而已,你的牌章很極沒用 在後面兇兇兇,總是不能坐下去打 你是人家聰明了,但是血流得不好 你流的不是歸時的血 你是一個工人的兒子 你有這樣的地位就好了不起了 我明白的,我什麼時候都認命了 以我這個大陸仔,應該生命易足了 你知道就最好了 飯了,蒸完這條魚就可以吃了 喝湯先喝吧 二人煲雞,我在為阿南那時候 最想念的是這鍋湯 阿來最想念的湯不是叫阿瓶嗎 阿來,如果你喜歡的話,多點上來 小敏和阿南都不時都上來 對,我們經常上來吃飯 如果加上你,我們還沒那麼尷尬 阿來不然很羨慌,請都請不到 不會的,我在公司很空閒 那些事子豪都做了 你知道我負責甚麼嗎? 只是頭和簽名而已 那部電腦是用來打遊戲機的 我想待會兒跟樂樂借個遊戲碟回去玩 可是貴士開始上市 應該在談內部營購才對 還要問嗎?當然我子豪都做了 他這麼會碰到的拿督 還不碰到油水位來做嗎? 你不知道,別亂說了 幸好阿菇跟阿瓶回大陸 不是讓他們聽到就不太好了,知道嗎? 蓉兒回大陸嗎? 難怪我整晚不見他了 明明想見阿瓶,又借人家來過招 剛好,趕快回來吃飯 快回來吃飯 大力,對了,坐下來吃飯 二手… 阿萊想見我的人看不到 現在來了個冤架,你說怎麼樣? 椰子煲雞,多喝一碗 不用了,我上來拿點東西 對了,阿瓶回鄉之前 就叫阿力跟他寄一些東西他現在上來拿 是呀,我很快就走了 這裡是一山,不用怕藏不住二虎 大力,你要拿的信,我知道在哪裡 我幫你拿 謝謝二手 我先洗一洗 剛才我們說到哪裡了? 不是說到貴事,開始內部認購嗎? 聽說高層已經有暗盤價了 我甚麼時候回答應購呢? 阿福,你甚麼時候變得這麼貪心 這樣吧,明天我們三多上市 讓你們三多高層第一個認購 是呀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我私人配些給你們 就算真的要捧場 也要等你們上市才買 反正他們現在的形勢大好 遲點買也會賺錢 是呀,阿萊 阿福哥很喜歡開玩笑的 你不用當真的 是呀… 不是呀,我也知道商場二戰場 我打算吃飯之後請教你們 過招數給我 你是不是可以說的? 是呀 我們只會燒叉燒 如果你適合,我一樣可以過給你 再不就約了雞昆霞夫草 說說同業操守之道 這是我提議的內部認購方案 大家看看有沒有甚麼意見 幾個方案都是要經美級的人 才有權認購 其他中下層的同事會不會有心情嗎 我不會的,做到這個位置已經預料了 況且這個世界是論功行賞 誰對公司貢獻多一點 豈不是回報多一點 只好建議就對了 經理級每人十手 高級人多五手 最多三十手,就對了 但不是我,爸爸 我覺得除了經理級之外 在公司工作超過五年 也應該有權認購 他們在公司的地位不高 但起碼武功也有勞 那豈不是在公司掃地下 阿嬸也有權認購 那豈不是弄得我們公司的股票很便宜 那倒不是 其實萊哥說得對 中心的員工應該有些獎勵 那得外父怎麼樣 那好吧,那做個五年的給他應手吧 爸爸,那我呢 我在你身邊二十多年 你是皇帝女,你要多少就多少 爸爸怎麼會托手爭 謝謝爸爸 就這樣決定了 你們倆,菲姨煮了燕窩給你們吃 馬上回去吃 是呀,爸爸,菲姨 現在黑姐兒老婆在公司工作了 她又氣得你這麼生氣 你也分股份了嗎 算了,這個臭小子半天一股都不給她 不過念在她是兒子,給他十手那麼多 來,快點醒,吃燕窩吃燕窩 再見 你晚點出一份記錄給有份的同事 好 由高級經理起,每人五手 每上一級都五手 不是經理級,每人有十手嗎 你聽錯了吧,難道我說錯 知道,李先生 照我的意思去打 那做個五年的工作室怎麼樣 有,那個就是你 其他的可以一塊給你 還有,Kendy 我私人再配十手給你 我希望你做個有意無厚的比書 清楚嗎 幹甚麼,整班經理級在這裡吃飯 開大會嗎 我們今天收到臉帽 內部認購的臉帽 是嗎,怎麼樣 就認購得雞翠這麼多 你也好,我的TITLE小子的年紀也沒份 身為Manager也沒份認購股票 回到我家其實被老婆試得免得黃 不是吧 李先生,你不是有份決定內部認購這件事嗎 究竟搞得怎麼樣 我當然誤會你們 從Supervisor開始起,已經有認購權了 可是誰知道這個大官 甚麼都可以,我有甚麼辦法才行 還有,原本的方案 是連做滿五年的工作室 也有一點點的認購權 誰知道這個大官 好像很不滿意的 猛同歸來都咬耳朵 結果甚麼都不斷了 我想他可能新官上任 想立下馬威國 看不出他的樣子,臉模模樣 原來這麼陰濕 我們這個官職低微 哪有機會跟龜拿督說話 對了,李先生 請你有機會幫我們反映一下 是… 他姓龜,我姓李 你想我拿督聽誰說的 我雖然有份開這個認購會議 但我真的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 如果你要怨的話 唯有怨龜,來從中作梗 我真的沒那麼為力了 怎麼樣?William 錢應該過了戶了 收到了,李先生 你幫我全部進入歸時股票 搞定了之後找我 我辦事,你放心吧 李先生,你們龜拿督對你真是好 可以這麼多內部認購股票給你 哪有 是,是一群經理在外面炒賣股票 沒有錢內部認購而已 反正如果有額外在 我就冷手撿過業戰隊了 總之William,你幫我跟緊一點 用金方面我多分五個百分比給你 謝謝李先生 我搞定立刻通知你 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集會發熱磅 怎麼樣? 你搞了船我沒人有空前去 一個人也沒有? 沒有 什麼事? 沒甚麼,我以為下星期六 有同事去海溯下魚、吃東西 沒人真的有光顧 是呀,他們說有些人要留在家裡 陪兒子玩 有些人要回家裡探望婆婆 有些人就要在家裡有人新認識 沒空就好了 Becky, 下次這些理由 你可不可以收拾一點才說出來呢? 他們已經千叮萬筒 叫我跟龜先生解釋了 不要緊, 下次再約過而已 或許我選得不著時吧 對了, 每天看龜先生的股票上市 到時候每個人都賺到錢了 說不定待會兒請回遊船 可不可以嗎? 我希望吧 至少知道問題不在我身上 李先生, 誰? 你大陸的牛籤舞找你, 你聽不聽嗎?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我大陸沒有親戚 也不認識哪個叫牛籤舞 有些人打來就不用理會他 怎麼樣?找不到子豪 他正在開會兒, 沒空 他正在開會兒? 媽, 你別說謊 他當然說他沒有大陸的親戚 叫你不要打來, 是不是? 不會的, 一定是我接先生的傳錯了 讓我打吧 不要...不要驚動了, 子豪 小意思而已, 不要攪拌他 小事?爸爸被他氣到進醫院 我們的廠房就快崩潰了 還叫小事? 你心平氣和一點 或者批貨還要轉換 十萬打拖鞋 你叫我怎麼心平氣和 我們沒有貨交給人 要雙倍回訂, 也有得坐的 或者不關剛哥哥的事 他可能不知道那間廠房有問題 那個丁先生是指豪介紹的 那間廠房也是阿丁先生推薦的 還不是那個角色 只要借人家雙手 來害破我的廠房 閉嘴, 小小挫折而已 那就最多從頭來過 這樣吧, 拖鞋都不能出口 我把你拿出街上賣掉 報紙和電視都出來了 或者是塑膠 穿了會有皮膚癌 還有沒有人來買 你可以猜好那間廠房的 那間廠房也撿了一盒 那是風濕嗎? 還有, 那間廠房還欠個客人一大筆債 他們不是合起來, 你說是甚麼? 姑姑, 你的兒子也很大怯了 我老婆子女還是在街上也比他多 你別吹牛皮氣了 我又快要做人家老闆了 姑姑, 你看我跟老婆子女以後怎麼樣 你爸爸已經進了醫院了 你還想把姑姑也氣死了嗎 不會的 我知道他不會害自己的親人的 不會?我也覺得奇怪 爸爸在天津罵紫浩, 紫浩若無其事 還反過來介紹生意給我 爸爸還說一罵他就醒了 甚麼天上雷弓, 地下狗弓 他不害爸爸, 害他的兒子嘛 別再說了 我們之所以有今天 都是全靠你姑姑而已 紫浩是姑姑的兒子, 即是自己人 自己人怎麼會害自己人呢 阿權, 以後你不要在我跟爸爸面前 說阿子豪害怕你 不然的話, 你以後別承認 你是我們的兒子 阿蓉, 你不要太傷心了 你先起床了 大嫂, 我真是對不起你 你跟牛哥熬了大半輩子 本來你們一家有好日子過的 我沒想到阿子豪這麼武天莊 他連自己親舅父他也害了 阿權說的那些事, 你不要放在心裡 他做事不順利, 找個人來賴的 阿姐 阿超是一個甚麼人 我以前可以告訴別人 我不清楚而已 但是到了現在 他連自己親人也害了 我怎麼可以告訴別人 他又是一個好人呢 阿蓉 阿蓉, 他從小到大 他就是一個報復心很強的人 他這樣做法一點也不奇怪 其實…我自己 為甚麼還要三番四次相信他 原諒他 怎麼這麼說 我記得他小時候 我跟他保鞋老爸家都是很窮的 想說買一雙拖鞋給他穿也沒錢 他一直以來都是打大赤腳的 他很想自己有一雙拖鞋穿 他第一雙拖鞋 都是阿牛哥買給他的 想不到他到了今天 他居然連自己親舅父親表哥也愛 阿蓉, 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你不用這麼擔心了 大嫂, 你放心 這件事是阿子豪搞出來的 我一定要阿子豪搞定他 不會讓你們有事的 阿蓉, 行了, 行了 不用這麼想心就行了 公司一上市又升了一倍 有錢也收不到, 只有他死了 你這樣吵了 Johnny是不是更慘 說是新年了 但是年資未夠就沒份認購 就更丟心了 別說這麼壞事了 我現在就找工作了 這些公司在這裡補 只是浪費時間, 是不是 我這份東西不錯 小姐, 麻煩你, 我想找李子豪 你叫甚麼名字?有沒有預約的 你告訴他吧 是他媽媽和他妹妹找他 好… 阿蓉, 你不是說要上班嗎 你也說要約了姐妹 你想甚麼, 我知道的, 容媽媽 不好意思 李先生, 我秘書說去談人電話 麻煩兩位坐坐等他 好 好 William, 怎麼樣 到了位置, 已經幫你沽了 李先生 找了多少 這個預算有八百多萬 好 William, 稍後再有女兒出來吃飯 預備了一份後禮給你 謝謝你, 李先生 就這樣 李先生, 你媽媽和你妹妹在外面等你 告訴她, 我正在開會 容姨, 你們怎麼在這裡 我們來找子豪, 她說正在開會 正在開會?沒理由 今天早上的會取消了 好 我先幫你進去 子豪, 她來了 媽媽, 阿琴, 你來了嗎 來了很久了 你秘書說你正在開會 Candy, 為甚麼我媽和我妹來了 你不通知我 李先生, 是你 就算我正在開會 你也可以告訴我 她們是我媽和我妹妹 有甚麼重要的事找我怎麼辦 對不起, 李先生 那你做個啤酒一起吃飯 我知道附近的餐廳的意粉很好吃 阿琴, 你一定喜歡 萊哥, 要不要做我一起去 好 那還好 反正有江龍哥哥經常說 好忙很多公事聊 你帶她吃飯聊公事 免得她滾腳說要走 那走吧 李先生, 今天的衣服很漂亮 看看要不要試試 不要了, 我媽也不吃生東西 對了, 給你介紹 這個我媽, 這個我妹妹 每天她來, 部長你好好招呼她們 兩位要吃甚麼 看看吃甚麼, 別節省 隨便吧, 甚麼也好 老人家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農利不錯 是啊 我要兩個農利餐 還有阿琴喜歡吃肉醬意粉 多給她一個龍蝦湯 我也要一個肉醬意粉 謝謝 蓉兒, 志浩真的對你很好 別這麼說了, 大哥 對家人好是應份的 何況媽媽懷胎十月生 對她不好還是人 你也知道嗎 阿琴, 你幹甚麼事 你跟誰吵架, 心情這麼差 我哪有... 不好意思, 羅哥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弄傷你 沒有...我抹一抹她 對不起... 不要緊... 有甚麼事你快點說 趕完車 子豪, 皇舅虎... 如果你說她的話, 你可以馬上走 我幫不了她 而且這件事都要我無關 你這麼說就是你一手擺佈的 子豪, 為甚麼你要這麼做呢 把你的眼睛放肚子 這裡是高貴場合 很多人認識我 拜託你不要在這兒下我面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給我閉嘴 你別以為你找了阿萊, 我就害怕 膽敢在老手空面前掃臭我 斷送我前途 子豪, 我真的不明白 你為甚麼要這樣對自己的親人 你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為甚麼我出這麼多力 還要出賣自尊 也不及別人一出生 站起來就甚麼都說 為甚麼我有聰明才智 但偏偏這輩子 被人踩, 被人爲落 就因為我是光靈的徒兒出生 如果讓我選擇 我情願是億萬富翁的野仔 多過是你這個無錢無面 我選擇綺英的親生鎮 說話 說話 你也想要去做出事 說話 怎麼樣 幹甚麼?你累了 明天要上班, 早點睡吧 蓉媽, 你說一樣還沒睡 睡不著 有人家不睡得那麼多 我知道 你因為江哥哥這樣對牛舅苦 你睡不著 我也不明白 為甚麼江哥哥做這種事才行 回想起來, 芝浩說得對 做妹妹可不可以人家生兒子 就算被你生一個人才 又怎麼樣, 就斬累了他 芝浩的確是一個很聰明 有才幹的人 到現在不是一樣被人 說他是軟飯駕馬 他生我的氣是有道理的 蓉媽, 你怎麼可以這樣怪自己 可哥就不是你親生 他一樣對你很孝順 反而江哥哥他就不認你 阿芹, 你別在人面前 再說起這件事了 芝麻, 我們是一家人 被誰聽到 心裡會很難受, 很不開心 你們倆是親生兄妹 如果有甚麼事 應該要互相諒解 蓉媽, 你真好 為甚麼在這個世界上 好的女人這麼多 好的男人這麼少才行 在你身邊 那些男孩子不一樣 每個人都這麼好 那大力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媽媽, 這裡有幾萬元 你拿去吧 幹甚麼 你拿去匯匯給牛舅舅他們 幫不幫他們 傻丫頭, 這是你的積蓄的司機 你不要亂動他 那牛舅舅這間廠怎麼樣 沒事了, 她說自己會搞定 怎麼會沒事 如果沒事的話 他們就不會這麼閉毅 要不就這樣, 我把海哥說話 叫海哥幫幫忙好不好 千萬不要跟阿許說 你當完這件事沒發生過就好了 晚了, 快睡, 乖女兒 你也睡 真想不到 阿子豪處心積慮地害牛父子 阿子豪的人是不被人說的 而且他還很記仇 你怕不是那次牛哥罵了他 他懷恨在心嗎 怎麼會這麼記仇呢 現在怎麼辦, 鞋廠現在怎麼樣 我已經想了一整晚 我左想右想 沒法子想得通 所以我想 多我沒有, 三萬八萬我有在 善, 我知道你不是善堂來 我每次都是跟你借 你別這樣, 蓉姨 你不當我自己人 也不會跟我開口 那好吧, 善, 你這筆錢 你當如借給蓉姨 我會分期還給你的 行了… 劉叔有事 我們也不能袖手旁觀 如果我這次不給錢, 牛哥 我心真是不安心 他一家人原本是開開心心的 有廠房有屋 現在令他由高處跌下來 一無所有都是阿子豪 用橫手把他害成這樣 萬一你說他們父子 為了這件事大家反目 大家感情破裂 這種感受我是最明白的事 我想這樣也不會吧 他們父子倆一起熬過鹹虎 怎會為了小小事就反目 那倒是 不是人人都學得阿子豪這麼記仇的 善, 我有一件事我還更加擔心 因為四凱 一向都有生意上跟龜氏合作的 你猜阿子豪會不會害阿凱呢 我想不會吧 他們兩家公司有生意合作 如果害阿凱的 那龜氏也會受到連累的 更何況他們的生意 動不動就說過千萬計 這麼大的生意 又怎麼會給阿子豪手遮天呢 不過這樣有機會也要提醒阿凱 叫他護住客盤生意 他這次是按了三波來做下去的 如果有甚麼事 我怕連累你們而已 對了, Candy 四凱第二期的數字已經到期了 你替我推出會計簿吧 我趕快開票給他們 那票已經推出了 我已經為人幫你推出四凱 是嗎? 以後, 到期付帳 你出去會計簿吧 拖人數, 不好意思 是 李先生, 你下午要去四凱開會 是, 你幫我收拾文件 你已經收拾文件了 好, Candy 你還是跟我去四凱開會 好 萊哥 怎麼樣?有甚麼可以幫你下廊嗎 暫時還沒有 現在還要適應期 你待會去四凱開會嗎? 是 那就對了, 反正我也想熟悉業務 和你一起去吧 好 待會兒有一個人吃晚飯嗎? 不如這樣 我們一起吃完午餐才去四凱開會 我知道尖東那間酒家 有一個新的菜式 叫脆腸釀大鮮, 很好吃 還有, 旁邊有一間甜品店 吃桂花湯丸, 沒得受 你怎麼說的 也有東西吃? 沒有, 我打算你一個人 和你一起吃午餐 我約了我弟弟, 你可以一起嗎? 好 真的不要了, 我跟他有些事去談 不要緊 還要等一會兒用我的Candy 去完吃午餐才開會 那就去四凱見吧 好 李先生, 你在吃午餐 等你和我在四凱附近 吃完午餐才開會 好 真的想不到我們三個高級行政人員 都要來霸餵 沒辦法了, 難道叫女士來霸餵嗎 最後一行 以前我就會叫Billy做這些事 但是小敏又不喜歡 她說做男朋友的 要幫女朋友排隊, 等一會兒才夠誠意 就是了, 我們難不辛苦賺錢 當然是給女朋友洗 或者老婆洗, 才有誠意 不過你有筋班不用就夠笨 那Billy現在就是幫龜市集團打工 又不是我給他出糧給他 也不應該叫他做這些事 那倒是 我們先點菜, 要出菜很慢的 這麼心急幹甚麼? 其他人都還沒來齊 不是啦, 吃完午餐 我們跟志豪開會 遲了就無謂了 不用擔心, 每會兒的哥哥也有份開的 現在人影還沒到, 不用這麼心急 說又說, 你哥哥以前一向喜歡音樂 一向他提起生意, 一定耍手令頭 真是發夢想不到 待會兒開會跟他開, 世界變了 人是會成長的, 有轉變不期的 據我說, 哥哥這次就是 醉翁之意不助開會 而是想見阿琴阿珍 八卦雜誌適合手 汽車雜誌適合改革 貴當然是扮靚雜誌 老闆, 多少錢? 一共五十六元 有六元? 好 麻煩你 麻煩你 阿琴, 這麼巧 我約了一個男朋友在附近喝茶 待會兒還要去開會 你不知道嗎 是嗎? 不過開會只是小事 我只是想見阿嵐 不錯, 一舉兩得 我拿回來 我幫你拿, 又不太重 不要 不要緊 我拿 不要緊, 我拿 我拿 我拿兩本 行了 行了 有甚麼要說, 你先說 你先說 先說, 你有事想說 你為甚麼要我先說 那你把嘴巴生來幹甚麼 生來回答, 你有事問我 那我問你有甚麼問我 回答吧… 我忘了 我忘了 你當然忘了 你甚麼也忘了 你連在那邊喝茶也忘了 我忘了, 過了門了 吃了我 好, 來吧 阿琴 阿琴, 你們約會一起上來嗎 這麼巧碰到, 應該在門口 是呀, 我也不知道他會來 如果知道他來還能摸你嗎 是一頓雜誌, 謝謝 快點菜吧, 待會兒開會了 阿萊, 看看吃甚麼 你怎麼樣, 你比較熟 但是阿大力還沒來 他來, 我想他就到了 不如我們先叫菜吧 反正阿大力甚麼都吃的, 沒所謂 不如嘗嘗這裡的招牌菜, 麻辣雞煲 好, 上次阿嬸來吃過, 很好吃的 怎麼這麼巧呢 那個壞人會在這裡吃飯 怎麼壞人這麼難聽 那他是壞人 他是阿菇的兒子 是呀, 假的也是四海的大客 阿海, 不如我叫他過來這邊喝茶 阿華, 你是不是想這頓 大家都吃得這麼自在 禮貌上, 我也要過去打個招呼吧 志浩 華哥, 這樣嗎 整班人在那邊, 不如過來喝茶 不要客氣了, 反正我已經叫了菜 待會兒開會兒我們慢慢談吧 反正我跟秘書有些公事要談 好, 不打擾你了 不要 好, 待會兒見了 好 一個蒜蓉西蘭花, 一個千師傅姨湯菜 一個泥湯 這樣行嗎 要多一個麻辣雞煲 好, 好 阿慶, 你看冰了嗎 是呀, 原來是風口的位置 我替你調位置 不要, 你跟海哥那邊可以 我替你調, 我這邊沒那麼冷 那麻煩你 是呀 對不起…我來遲了 好, 大力 我們不好意思就算了 沒有等你吃了 是呀, 趕著開會兒, 不好意思 不要緊, 別管 因為我一個人遲到 令大家熬得很餓 阿慶, 我去買了咳嗽和琵琶露給你 待會兒吃完東西就好吃了, 知道嗎 喉嚨有點不舒服, 不用這麼誇張 不行, 一點不舒服就變成喉嚨發炎 不行了, 病向剪中醫嘛 但你說得對, 你要聽話吃藥 謝謝, 麻辣雞婆 阿慶, 不能吃這些的 這些這麼熱氣, 誰叫的 我叫的, 我喜歡吃辣 我叫給自己吃 阿慶, 你...你...你吃菜吧 吃蝦仁吧 好... 謝謝 沒事吧, 阿敏 沒事...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用說 不過我姑媽每次看那個小鳳鳴劇團 又開羅了 好, 預算我 阿楠, 你現在喜歡看大戲嗎 預算我去買票而已 買票的, 必然買不到 不行的, 如果有人去買 那就不夠誠意了 那倒是 跟女朋友做事一定要親力親為 這樣才夠誠意的 尤其是跟女朋友的家人做事 更加要親力親為 你追上阿閨的時候就很辛苦了 他也不知多幸福 因為我沒甚麼親人 所以也不用怎麼勞煩他 你別相信他 只是服侍他一個已經夠煩了 我寧願排隊買票 但阿楠真的改變了很多 為了小敏, 買票也要自己買 哥哥, 其實你也改變了不少 以前你不喜歡吃雞的 現在就整煲雞叫來吃了 好吃的嘛, 你嘗嘗, 好吃的 不要了, 你這麼喜歡吃, 我不跟你搶 大力, 不如你弄一塊 不要了, 麻辣雞的東西我不適合 你喜歡吃, 你多吃一點 阿楠, 時間差不多了 不如先買蛋, 好嗎 好 麻煩你買蛋 剛才李先生已經幫你們買了蛋 這麼多東西慢慢吃 那個子豪還打算我幫你買了蛋 除了他幫我們買, 真是聰明 大力, 還有少數不要再吃完 好 我幫你吃完麻辣雞 阿楠, 不要, 你那些好物尋歸底 留給我吧, 辣的東西不適合你 阿敏, 你這麼難才偷得浮身半天走 阿楠這樣也不陪你嗎 他在開會 現在他真的要搏殺 不可以隨便拿都看 那倒是, 男人當然要做大事 賣東西逛街小事 就留給我們小女人做的嘛 那男人搏殺 始終得益的都是我們 那倒是, 就像以前愚蠢的阿萊 現在已經變得精明了 說要學人做生意 我覺得他太太精明了 你不是說他一搭足商界 就馬上被人欺負了吧 不是, 我只是說他對阿楠 剛才喝茶的時候 我也看得出阿萊還不是很喜歡阿楠 他怕阿楠吃辣東西 當喉嚨不舒服 整股麻辣雞自己吃光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阿楠跟阿萊根本就是很喜歡對方 其實我也覺得很矛盾 如果阿楠跟阿萊在一起 那大力仔豈不是變得犧牲品 我又不想大力這麼難過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男孩 那倒是, 大力就是一個很好的男孩 不過可惜他又不是阿楠的滋愛 有時候想想想, 女人真的很傻 偏偏就是一個先入為主的死緣 就像阿楠那樣, 如果當初不是認識阿萊在先 他跟大力根本就是天作之合 就像我跟阿楠當初那樣 其實阿楠是一個很完美的男人 不過可惜, 我對阿楠就已經先入為主 所以現在我是很明白阿楠心裡的感受 糟了, 現在他們兩個都這麼固執 生氣對方好像不跟自己一樣 如果比起你阿楠 已經很主動的寄了錄音帶給他 但是他竟然一顆聲一隻字都沒有回覆 那你說生氣不生氣 其實阿楠已經鼓起了很大的勇氣 才能開到聲音 他竟然沒有回覆 那你說, 他又緊張過阿楠嗎 那有些人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 或者他不敢說呢 只要懂得說話的人 都懂得表達自己的感情 何況對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就算不懂得說話都應該要表達吧 那…或者他等待機會表達吧 那真是很難說 他看見阿楠被人追還能忍不表示 看法他也不太喜歡阿楠 人家就說旁觀者清 看來我們也不太清楚他們三個 這次旁觀者清也沒用了 事關感情這些事 一定要當局者親自決定才行的 甚麼?志豪這樣害的舅父 你有沒有再大聲一點 是不是想整個家人都聽見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三個都按了給銀行 萬一好像牛叔那樣 我們是不是拿也沒有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跟你商量一下 不如叫阿楠勇勸阿志豪 這個兒子, 如果是勸得聽的 就不會搞成這樣 他簡直是來拿債的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才來跟你商量一下 我一直都覺得志豪不會這麼壞 他怎麼也念在我大哥 辛辛苦苦把他養大 怎麼知道連我的眼鏡 牛叔不斷說他幾句而已 他又這樣對牛叔 弄得整間鞋廠都沒有了 真是血本無歸 所以我也借了十幾萬 讓他們先認著急 我們兩個讀書不多 只懂得燒叉燒的手作 弄得建築這麼大的生意 我們根本不懂 沒辦法想到志豪想玩哪科 不對, 如果說出來 把志豪的壞事都告訴他 讓他防範一下也好 對, 我們應該告訴他 要不然明天出了甚麼事 就會怨我們不出聲的 就是了 自從三當按鈕給銀行之後 我都沒有嫁好睡 現在整件這樣的事出來 我都不用再睡得著了 正所謂一樣米吃百樣人 知人厚眠不知心 我們告訴你 就是希望你小心點 是呀 你知道, 現在你們四海的生意 靠去歸市那邊了 如果志豪玩古惑 你們真是血本無歸的 爸爸, 你放心吧 如果志豪想害我 早就已經害我了 要不然你簽了合約才害我 況且在這幾期的資料對演 一張票也沒有彈過 你真的看清楚所有合約嗎 合約一定沒問題 我有個朋友做律師 我讓他看過所有合約 沒有問題我才會做的 不, 如果他玩陰謀 哪有這麼容易給你看穿的 就是了, 志豪的人成虎這麼深 我覺得志豪是個生意人 不是小小子 爸爸, 媽媽 你不要對他有偏見 那…就是說 你信得過的志豪 他不會害你們嗎? 爸爸, 我認為我這次沒有看錯人 哥哥, 你等一會兒 我做了一點點事 就可以和你的眼睛了 你整晚回來做得行嗎? 這次不和我一天 我不像你, 說走就走 你現在恥笑我還是妒忌我? 我怎麼會恥笑你 要不然從小到大 我怎麼會和你這麼朋友呢? 朋友當然是朋友 但是你現在比我更好 你有這麼好的女朋友 哥哥, 其實你眼前 也有個好好的女朋友 是你自己忘記不掉而已 誰都看得出 大家還很喜歡對方 待會兒在哪兒吃 你想去哪裡吃? 隨便吧, 喉嚨又不太舒服 沒甚麼胃口 是嗎? 是 你的臉色不太好 好像是吧, 身體不自在 是不是昨天坐正的風口位 吃了一股麻辣雞 沒理由的, 但吃到嘴巴就紅了 是嗎?你看, 全都紅了 你發燒了, 大哥哥 不是吧 是呀, 你投了多慶了, 你看 是呀, 慶了 那走吧, 快點 走吧, 吃飯 走吧, 吃飯 走吧, 先看醫生 不用了 你生病了, 來吧 你是不是又不聽我說 弄得現在自己喉嚨發炎了 你記得聽醫生吩咐準時吃藥 帆哥, 你現在喉嚨發炎又發燒 明天吃午餐, 請你快點休息一下 吃不快就算了 好 走 別走…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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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阿杰 師父,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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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v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